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國海 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今日希望跟大家分享 阿里巴巴性侵風波的最新發展 相信有一些聽眾朋友會記得 今年8月份 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爆出性侵醜聞 引起了大家對阿里巴巴 乃至整個中國大陸職場的飲酒 和性騷擾文化的關注 這件事也成為了國際反性騷擾運動 MeToo 是中國延伸的動力之一 同時 圍繞當事人是否存在無憾等問題 亦產生了不少爭議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中國內地媒體《大河報》報道 案件主角周聖女員工 在11月25日 收到阿里巴巴的解除勞動合同通知 通知中說 我引用 2021年8月6日 你通過在公司食堂拉橫幅 發傳單 用擴音器高限 以及內網論壇發帖等方式 散布遭到高管強姦 公司知情不處理等虛假信息 引發社會強烈關注 給公司造成惡劣影響 這一系列行為已經構成阿里巴巴 集團員工紀律制度 一類違規行為第1.5.3條 對外發布或傳播不當言論 或故意列造散布虛構的事實 或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 造成惡劣影響的規定 現公司根據相關法律規定 和阿里巴巴員工紀律制度1.5.3條規定 解除與你的勞動合同關係 禮於公司的最後勞動關係日為2021年11月25日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 原理對解除通知有異議 有權向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或者向公司所在地或勞動合同履行地的 勞動人士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引用完畢 周女士向媒體表示 沒有收到任何補償或賠償 也表示她自己沒有犯任何錯 不接受這個結果 後續會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 事件剛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細節並未明朗 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傳出 警方也在調查中 我不敢默默然介紹或評論這件事 但隨著周女士被解僱 結合8月以來各方面的信息 我們對整件事 基本上可以作出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首先 周女士被解僱這個發展 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在中國民眾對阿里巴巴觀感 轉趨負面的當下 解僱周女士這個風頭人物 在公關上有一定的風險 阿里巴巴敢即時解僱周女士 不作出其他的賠償 這個強硬的態度本身 就說明阿里巴巴已經在法律上 和公關上作出了充分的評估和準備 阿里巴巴強硬的態度也都間接說明 周女士的指控肯定是有嚴重的漏洞 簡單重溫一下所謂的阿里巴巴807性侵事件 今年的8月7日 阿里巴巴集團女員工周某在網上發文 指控她在7月27日前往山東省 濟南市公務出差的期間 在某飯店被逼陪客戶喝酒 繼而被灌醉 之後首先租客戶張某在酒店威蝕 後來在酒店住宿的時候 又被她的男上司王某文 四次進入她的房間 並且對她實施了強姦 事後周女士向阿里巴巴集團投訴 但是阿里巴巴集團沒有回應 所以她公開事件進行維權 當時她發布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指控書 有8000字那麼長 我簡單倒一下指控書的第一句 被男領導強制要求出差 被灌醉後在酒桌上被男商戶摸胸、摸腿、摸屍處 且被男商戶帶到其他無人包姦進行猥蝕 男領導當夜更是帶著被印套 四次進入我房間對我進行侵犯 這個句子的最後是以四個錦探號結束 建議大家可以在下面參考資料連結 看看指控書的傳聞 今天回頭看這篇文章的寫作手法 的確是網絡爆款文章的泛文 一個星期之後 8月14日 濟南市公安局發布情況通報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237條規定 犯罪嫌疑人黃某文、張某 因涉嫌強制威蝕罪 已被濟南市公安局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沒有證據證明有強姦犯罪事實發生 黃某文和張某兩人涉嫌強制威蝕罪 但是沒有證據證明發生過強姦 意思就是說兩個人有咸豬手的嫌疑 但是沒有發生過性交行為 而且從警方的調查結果顯示 周某控訴的強迫出差、強行灌走 都是不存在的 黃某文四次進入周女士房間 其中好幾次都是經過周女士找他 而且最奇怪的一點 是周女士在自己所謂被強姦之後的第二天早上 還打電話給張某 叫張某去她的酒店房間陪她 期間亦發生了強制威蝕行為 這個環節是周女士在八千字的指控書上 完全沒有提到的 而周女士為什麼不說 我們也很容易理解 因為這個舉動對她的指控實在太不利了 綜合來看以上的訊息 我們可以說周女士對於整件事件的描述 在好幾個重要的方面都說了謊 最後公安局對阿里巴巴黃某文的處理結果是 不批捕、終止偵查、拘留15天 客戶張某涉嫌強制威蝕犯罪 被公安局依法逮捕 黃某的強制威蝕行為雖然不構成犯罪 但是違了法 檢方通報中 並沒有解釋為什麼黃某文構成強制威蝕 但是不構成犯罪的邏輯關係和事實理由 強制威蝕行為可以是刑法裡的犯罪行為 也可以是治安管理處罰法裡的違法行為 後者比較輕 具體是違法還是犯罪 要根據案情的具體情況 最終結果是黃某文違法 但是不犯罪 張某可能犯罪 強制威蝕行為裡的強制 在這個具體案件裡的元素應該是聚走 影響了周女士的自願同意能力 在調查期間 兩個被指控侵犯周女士的人的妻子 在社交媒體上各自都提出了五條質疑 大體上的意思都是說周女士說謊 周女士並不是被性侵犯 而是自己也有曖昧的行為 這兩個妻子不在現場 也有可能會偏袒自己的丈夫 但是結合警方通報的調查結果來看 這兩名妻子的描述應該是比較接近事實的 另一方面 黃某文的妻子到了法院控訴周女士無憾 原阿里副總裁李永和也為了名譽權起訴周女士 這些反訴訟發展成怎樣 我也都沒有一日追蹤了 這件事雖然有很多的知節 但是基本上我們已經可以肯定 裡面沒有一片雪花是清白的 這件事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主要是有兩個原因 首先周女士利用了即場女性處於弱勢 而容易激發同情心的心理 近年來雖然女性在職場上越來越強 但是性別歧視仍然存在 而且還出現了不少的性騷擾案例 這就導致很多女性對於兒子性騷擾行為都非常痛恨 有很強的共鳴感 認為支持周女士就是為女性爭取更多的權益 其次阿里巴巴在這件事上 確實處理得有不妥善的地方 再加上從去年開始 阿里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導致口碑下降 以及之前的員工搶月餅被開除 以及掌帆出軌事件等等 最終網友將情緒都發洩在阿里身上 無條件地選擇支持周女士 整件事如今已經大結局了 但是包括阿里在內 就沒有一個贏家 對於女員工周某來說 雖然張某被批捕 黃某民被拘留 但是她過度誇大事實 導致女性在職場上 再次出現類似事件的控訴 公信力大幅下降 大家以後都會抱持更加懷疑的態度去看這些事情 同時 這件事對於她自己和她的家庭 都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人的本能 喜歡一個有好人和壞人 黑白分明的故事 但在現實之中 這種要在每件事中 找到好人和壞人的衝動 卻往往會令我們誤入歧途 這集時事觀察分享到此 多謝大家收聽 也請大家多點讚、留言、分享 我是國海 我們下星期再見